耶稣的家谱 在耶稣的生命中并非偶然 是神有庇话的 其中家谱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家会留意到 就是犹大和哈玛士生个儿子 哈玛士是他的妻子 如果大家知道 因为他的儿子总之死了 他怕哈玛士应该也会给他的儿子 所以就不给他的儿子 哈玛士就扮演妓女 他跟他有关系 就是怀疑 然后他听到 尤泰说是怀疑 他说他的儿子是怀疑 因为他叫他走 怀疑 他叫他来 好像当他给他 因为他说应该要给他 但是他拿出当时 尤泰给他的证明 他说这些证明 你看看 尤泰呢 因为按照尤泰人的说 就是说 尤泰人的说 他们承受这个奖子团 他看重这件事 所以他就愿意同住的老爷 有关系 生了个儿子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继续 继续他的奖子团 那天尤泰亲 他说你怎么我 这个很特别 有这个 另外还有这个大卫 和这个 帝士巴生 所罗门 也就是说 在耶稣学家库 都不是 好像很正统生出来的 还有路德呢 是摩押人 外邦人 其实呢 给我们看了 神 他那个 虽然他同时 有以诗人的计划 但是以诗人 是没有听过的 所以 就是 在 以诗人的家库 或在耶稣的家库 都看到人的证 不是代表耶稣有证 不过看到人的证 那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就有计划 可以能够透过 传有罪的人 成就的主 이를 他 他 受算 人有罪 也就 一样可以 遇到这个 因怜 就是二次安排耶稣的祖先 也就被人看见 原来 人并没有人 那 他 能够安排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 然后呢 就 玛利亚 从圣灵怀人 建议了二继爱书七章十四节的维言 没有和女怀孕生子 吸引这件变化 因此就是神安排她的儿子降生 其实是神降生的 不是怀孕的 她不是一个普通人 是神降生的人 这里我写的属性 其实也有一个属性 每一步你找到人 有什么属性呢 就是神可以掌权 就算一个窮女都可以怀孕 圣灵可以进入她的里面 叫她怀孕 叫她是无罪的 因为神本质就是无罪的 然后呢 马太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就是学士全宗科来拜耶稣 当时呢 他们就去找希律王 这个就是大希律 这个就是大希律 杀 他已经是那个大希律 那他就问祭司 他用尼加书运章二节 来认他 但是呢 尼加书运章十二节 就是尼加书运章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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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就说到 就是神所与你所值 那你就说到 那你就 那他就 就是博士 就去拜耶稣 但是呢 天师跟他说 你就 不要回去找希律 就就用一条路走 這裏就保護了耶穌 這裏我們看到神的屬性 因為我不是全部都寫了 那種屬性是什麽呢? 神是掌權,沒有人能夠走雞 希律和平不能夠殺到耶穌 神說的事一定是命運的 就是必定是命運的事 他一定在法律上出世 神也都用恩典去用方法 去感動博士來拜耶穌 這都是預免將來外邦人的信 那些博士為什麽會知道 這裏由大國王出世 他為什麽會知道神的感動 聖經講,他見到他的聖 他見到一個聖 他見到一個聖,為什麽會明白呢? 裏面其實是否每一個細節才能夠說呢? 我們不知道 那神用什麽方法吸引他們呢? 這也是很特別的 讓他們知道他們又懂得去聖拜 那這裏看到神聖 耶穌能夠受聖拜的確實 這裏看到神聖拜的確實 這裏是很特別的聖經語言 這是一個忍悔的語言 為何忍悔的語言? 因為預先是看得不清楚 首先看到創第三五章十六節 拉結撞到二百趴 二百趴就是伯利喊 即是拉結 聖拜的雅敏之後 三個年就死了 死了 就撞到二百趴 耶利米三十一章十五節 在一千三百年之後 一千三百年之後 耶利米預言 祂ב�vic которую発明是一九十六月 要拍《拉結》 然後 Their called 有痛苦 在他 ayr comunic ��öst forte 祂所選那辦 耶利米三十一章十五月 約一千三百年的狀況 那你想想 尤零米寫說媽媽有害怕,因為她想 當代的人說,尤零米寫過 媽媽死了很久,她怎麼會走 看上來,這個語言是不合理的 所以這是一個忍悔的不清晰的語言 但應言的時候很清晰 預先是不清楚的 好,然後呢 後來就 希律特撒的英雅 那些兩歲之內 於是,那些父親給了很多 那些媽媽就有害怕 那麽萬泰坊就說到 拉結覆她的兒子 那為什麽是拉結 因為拉結是五十人的母親 她丈夫就是阿國 所以她就代表以色列的母親 即是以色列人的後代 現在被人殺 那這個代表性 不是真的以拉結的兒子 而是代表以色列的母親 就像拉結在那裡走 所以她的兒子 因為她的兒子 都沒有哭 當你應驗的時候 就很合理的 拉結就是躺在那裡 她看見那些後代死過 所以她是一個代表性的 這樣哭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 就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剛剛 她也是以色列人的母親 她又葬在那裡 她又葬在那裡 不是以色列人的母親 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師 她的太太就是以色列人的祖母 就是以色列人的祖母 他就看着孩子就死了 属性是什么? 神掌管什么都掌管了 神知道了 神知道了终合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一切的事发生都是要他掌握 神也难过保护人数 有些人说神保护到鸣牌 但是这些鸣牌 觉得他们死了是什么情况 其实很大可能他们是在鸣牌 这就是圣经意外的情绪 所以有很多人去过鸣牌死了 后来就在鸣牌又死了 其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鸣牌的鸣牌 有一个鸣牌 他小时候和手术就死了 他在哪里见到他的鸣牌 他回来说给他妈妈 我见到我的鸣牌 不是 他说我有一个鸣牌 我说是的 你有一个鸣牌 不是这个 还有另一个 那他妈妈说 什么时候见到另一个鸣牌 他说我那时候和他死了 他看到另一个鸣牌 他整天都抱着他 他就抱着他 所以他才知道如何 他在哪里见到他 但这是圣经意外的一个支持 就是支持说那些鸣牌死了 到底怎样的情况 什么鸣牌死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可以用这种东西 去做一个神学的 就是 神学的表现 有些人就说 是属于神的儿女 因为他这些鸣牌的手术 有些人就会这样说 有些人就会说 是 那些鸣牌他们都会自动执行 但是我 就是我 神学上 我不会这样说 不过我就是说 有很大的神学 做一些经济 他们不知道 你正在这里 那些人又好 离开这个鸣牌 一些之后 就是 如果我们不够 有些人说 神的預言,一定應驗,就是祂說到,神的預言應驗就是,其實你不一定要用咪,拍攝都可以的 說到,神為我們預備的救主,一定會應驗的,所以每人都會殺到的人 耶穌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聖寧就好像百子降在他身上 有聲音或者是愛子,我所講的 神的屬性就是合一的,他是互相配合的 所以當時就有聖父、聖子、聖寧在一起 聖父在天上,聖子在地上 其實在約翰公文三章也有說到 是營救在天的人子 已經降世和營救在天的人子 是很特別的說到耶穌降生亦都在天上 是有說到這個我們遲些去到約翰公文三章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 這就是說耶穌不是靜在地上,是靜在天上 三位一體的真實合一和相配合一 他是一齊成就神的救恩 神聖的聖明和天父的聖明,耶穌是神的 這個是我愛子,我所喜悅的 有些證據是很明顯的,譬如他拜耶穌 耶穌是道成的肉身,很明顯是道就是神 很明顯是耶穌的神聖 但是這裏這些是一些比較未那麼強的 但是都是支持他的神聖 就是他說我是他的愛子 他是我的愛子,我是愛喜悅的 和聖明光在他身上 這是一種證明他是他的神聖 然後恩典就是神預給先鋒 為我們預備救恩,施犀要來做預備那條路 然後就是耶穌要用聖明和火匹去施犀 那這個火呢,就可以指鐵證或者被火焰的心 要我們的心裡面鐵證或者火焰 那聖靈,那有些人說 是不是受洗就是聖靈充滿呢 其實受洗是有聖靈 即是人真心信主,他受洗是有聖靈 但不代於聖靈充滿的 但是可以有聖靈,也都可以越來越加強聖靈 其實聖靈充滿呢 是一個和神密切的關係 即是不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任何人肯用時間祈禱親近神和處理生命 遵同神 思想完全被神帶領,祂是不會越來越聖靈 那神答應我們就是我們信主而受洗的 我們有聖靈的動作 其實未受洗其實已經有聖靈的動作 那為何受洗呢? 因為受洗也是神裡面的一個公開的方式 接受神的救恩 公開的方式在神的藥裡面 這個是披戀基督 這個是披戴基督 即是聖靈有說到受洗 就是披戴基督 與耶穌同死同活 亦都是在神的新藥裡面 受洗 也都是聖靈有說到 求告他人受洗,洗去你的罪 求告他人受洗,洗去你的罪 聖靈有說到 聖靈有說到洗去他的罪 我也想說一說 因為在基督教裡面 因為反對聖靈有說到洗禮是沒有公開的 只是一個見證 有很多人說到洗禮是一個見證 給見證 在眾人面前見證你是信主 不過我想說聖靈沒有說過 洗禮是見證 那是否見證呢?可以是見證 不過聖靈沒有說 聖靈有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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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天宗教 明聖靈有說獻一種等 灰圍 就是你有這個行為就要得到恩怨、福氣 其實這樣的教導是有問題的 是一定有信心的 不過到底洗禮有沒有功效呢? 這就是一個爭論的點 在教教裡面是有一些認可沒有功效 但是根據聖經是有功效的 那怎樣揭曉這件事呢?其實基本上是難的 如果大家用一個心態去想 例如浪子回來 他的爸爸用什麼表示去做他的折迷 他可能有說話,不過聖經沒有記載說話 那他是不是一句話都沒有說呢? 我相信他不是的,他一定有說 不過聖經沒有記載 他爸爸跟他說什麼 不過聖經就記住他有什麼行動 他抱他、疼他、給他牌、抱、戒指 這樣就 這個就是表示他對他兒子的表現 因為人可以用言語和行動來表現 神都可以的 所以在舊約裡面他們有國禮 就是這個行動,就像婚禮一樣 婚禮就是兩個男女 他們會行婚禮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一個藥 這個藥也代表以後大家有責任都有權利、有義務 那同樣是神都一樣 因為這個洗禮就是神跟我們落約一個記號 讓我們像這個國禮一樣成為神的兒女 但就不只是那個行動 譬如說不信耶穌,他行動行動 但他有信心的時候 是迫而且説這個洗禮是洗他的罪 但是不是他洗那時候才洗他的罪呢 他信的時候已經洗他的罪 所以洗禮是一個行動告訴他 你是神的兒女,你屬於神的兒女 所以並沒有衝突 只是一個神用行動去把他的恩典表現出來 我從聖經看到這個表情是很高淡的 而這裏就說到就是 就是說受洗的時候就有聖靈與火 聖靈會臨在我們身上 亦都會賜給我們火熱的心 或者是結束我們的心 好了,警告 當時詩西揚有說到 不結果子的樹就撞下了這些火雷燒了 還有說到耶穌是手裡拿著火雞 揚醒他的牆 將墨子收在蒼裏 把腔用不熱的火燒了 這個就是警告的 就是說我們沒有接受神的救恩 或者沒有結果子的 就要撞下火雷燒了 或者我們沒有領受聖靈 沒有領受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耶穌賜給我們的 其實如果說發低 每一點都可以發低更多的 我們可以說更多的 譬如這裡 如果再發低更多的 就是譬如說 神的恩典可以浪在人身上 是可經歷的 是好像耶穌看到一個格子 但我們沒有看到 其實祂是彷彿格子 大家要討論的 聖靈彿彿格子 不是格子降在他身上 不是有一隻白格飛下來的 是聖靈補置格子降在他身上 這就是神的可真實地 可經歷地臨到我們身上 而祂的臨載是會撕恩給我們的 會改變我們的 我們如何更加去思想神的恩典 以至我們能夠表達出來的 人家的歡喜呢 人家會喜歡神 我們也會喜歡神 是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思想的 你可以這樣想像 如果沒有神這類禮物 簡直是沒有的 而神要成就這件事 到底要做了幾樣工作 要做了幾樣事情 你想像就是耶穌 由神會差以聖靈降留在他身上 這個就是神會特別彰顯他的能力 他的榮耀 這樣彰顯出來 亦可以給我們的英訊 就是我們過分的都可以收到這個禮物 是真的有神可以居住在我們心中 充滿我們 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賜給我們很大的能力 和火熱的心 但是這個不收這個禮物 他們就可以面對神的審慨和追悟 那就是我們每一點都可以 求神給我們智慧去發揮這麼多 我自己有空就會想 我有空就會想一下神做的事 我越想越想越覺得神很比善 好了 耶穌受試探 那位試探就是三次都不成功 那有些什麼屬性呢 神是完全聖結的 沒有人能夠聖得過神 耶穌是魔鬼沒辦法能夠攻破祂的 祂是完全 裡面是無罪 祂能夠用智慧 祂也是充滿智慧的 魔鬼沒辦法能夠聖得過祂 那和神都賜給我們能力 智慧可以聖過魔鬼和聖過自立 我們靠耶穌是可以得聖的 那我在《英宗得聖本書》也有講到 就是怎樣聖過罪呢 就是 第一 留意到罪 這個《德聖五報復》在《英宗得聖本書》也有講到 第一 留意到任何本件的問題 第二 深信它的破壞性 罪一定的破壞性 第三 聖經教我怎麼做 聖經就是說我們要離開罪 第四 祈禱求神赦禮為徒主給你 第五 我選擇信復 所以當我們有罪的意念 為什麼呢 有罪的意念 我立刻就說 譬如我生氣人 生氣人就會有破壞性 我就知道有破壞性 我就不想破壞了 聖經教我們 在行聖結 神就喜悅 所以我要離開罪 然後我祈禱神 要我同在 賜給我動力 聖免我的罪 要我有動力 聖過罪 然後我選擇 在謙信得性裡面 我有講到怎麼處理各樣的罪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性有儀 就可以活在聖結之中 可以靠入到得性 這個就是 我們用各人的智慧 將聖經的道理發揮出來 我們都可以好像耶穌 一有什麼善效 明明想憂慮的 我就是說憂慮沒有作用的 只會令到我們更加不信教神 更加不信教神 更加不信教神 所以我選擇親近神 信靠耶穌一定祝福我 那我就親近神 讚美神 讓我心裏平安喜樂 我就放下 我選擇不去煩惱 我選擇神一定幫我的 總有出路的 這就是個應用 譬如這個信息 就是怎樣應用 OK 馬太四章十二節 就應驗以賽斯九章一節 從前神使西部倫地 和後得卡利利地被擁赤 滅後及使者 沸海的路 一旦何外 我幫人加利利地得入榮耀 這樣這裡是聖經預言到 加利利得入榮耀 神就是檢選由撒冷 成為聖念 那個位置 不过在圣殿里的祭司已经有很多不听闻 他们很多是杀了个人不信圣经 甚至在历代以来 那些祭司很多时候会抗他先知 因为他觉得先知他们有明显的遗憤 因为他们一直继承下来 他有明显的遗憤 那些先知某个人不懂 不知你是什么水 走来就讲神的话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神派来的呢 他们很多时候会听话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先知有抗拒 甚至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不会听千万说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告诉我什么原因 为什么你是神的儿子 他已经决定了耶稣不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宗教 变成了一个人权 不是神的儿子 所以变成了一个人权 所以变成了一个人掌权的地方 那旧日圣经的以赛书 一早已经决定了 在加利尼的北面的地方 这个地方居然后来得着荣耀 所以这个东西又很特别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得着荣耀呢 因为这个地方远离不得着荣耀 耶稣在那里可以有这么多的自由 在那里存到 那个地方得着荣耀 所以这个就是预言到耶稣 他出生的地方 和他侍奉的地方 只要都是加利尼的地方 那有什么属性呢 有些我都没有写出来 有些我写了属性 神是荣耀的 神在哪里做公共就荣耀了 我试试用广道的方法 大家去思想 他第一次你认识一个人 他的心灵非常之有问题 又犯奸淫 又喝酒 又失业 又骂人 又伤害人 又犯法 什么都不是大弱 很惨 很惨 但他有一天突然间 听到耶稣的信息 很受感动 立刻背诈信息 神的荣耀就在身上了 整个人改变 开始有爱心 有关心 又懂得建立他的生命 又建立人的真命 又会改变人 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叫做 The Cross and the Switchblade 是一个非英文的小说 不是小说 是一个建议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The Cross and the Switchblade 是说那些弹工刀 是说到有一个人 好像叫Nikki Kulu 以前是罪犯 是罪犯的黑社会 后来说的耶稣 他带了很多黑社会来城市 他的生命很大改变 神都被临着 原来神临在那个人就改变了 这个经文就告诉他 家里人本来被藐视 但是那个地方就改变了 神的荣耀临在这个地方 就是临到耶稣基督 祂就是荣耀活出来 耶稣就是荣耀活出来 将神的荣耀 神的慈爱 神的大临 全临都彰映出来 这个地方就应验了圣经的临到 神的荣耀 和他的恩典 和他的慈爱 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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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的呢? 就是耶稣可以带来荣耀 那我们人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这部份也都正面耶稣的荣耀 因此我给大家看 任何经文 当你用心去思考 都可以很大发挥神的本性 这里这个本性是什么? 神是荣耀 是美丽的 几惆惡的人都会有神的荣誉 他心里都会很大的改变 这个经文就会鼓励人 我们欣赏神的荣誉 欣赏神的美善 在圣经里说有很多神的美善 耶稣犹豪和谦卑和关心人 这都是神的美善 我们心里感受到神这种美善 我们宽起神 感激神 我们就能够活出这种生命 这个都可以成一篇道 我就示范给大家看 用任何一篇道去寻找神的美善 你就能够发挥出来 让人羡慕神的美善 活出这个美善 有没有问题 小时的缘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